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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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題目實在上 兩個字已經形容完了 就是機會 或者叫機遇 先講講中國國家有什麼機會呢 中國發展快 已經是世界上發展速度最快 民生水平提高得很快 開降改革政策 吸引了全世界 包括我們香港 很多投資 發展同時 機會是有的 但是也帶來一些問題 就是工業帶來的一些環境保護問題 最近大家甚至聽到 產能過剩 金融科技發展得很快 現在人家用WeChat 用其他的金融工具 比香港更加先進了 中國在什麼情況下發展呢 五二年開始的時候 我們國民總產值 只是六七九億人民幣 去到去年 74.4萬億的進步是多大 在世界排位 我們現在去到第二位 對比一下我們的增長率 中國平均每年 已經是增長6至7% 在近年是世界上少有的 證明到中國的發展是比較快的 對比世界經濟 一些比較強的地方 1978年 現在說三十多年前的時候 只不過是2.3% 2016年的時候 中國居然在貢獻率裡面 去到33% 以下就說說外匯儲備 即使等於我們的荷包 有多少錢呢 1952年開國沒多久呢 只有1億多美元 但是到了2015年的時候 到33,000多億 是全世界最高外匯儲備的一個國家 中國有什麼特別的貢獻呢 我們在製造業 很多都成為我們的第一生產國 工業產品呢 有粗鋼、煤、水泥、花肥 500個最大的企業呢 中國佔了98家 前10家最大的企業 中國佔了3家 證明經濟地位上面 佔了一個相當高的位置 全球競爭力 在我們這個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機會 我們香港呢 排名暫時是第七呢 都是一個相當好的優勢 我們現在有的銀行 五大銀行之間佔了4家 中國金融實力方面呢 會發展得很快